色彩鮮明 移動快速的黃猴雕 在山間就像黃色閃電一般 而且仔細一看 它們竟然是成群結隊 甚至在山間一同玩耍 東聞西聞 或是在樹林間蹭蹭樹皮 打滾模樣相當可愛 毛茸茸的黃猴雕 原本應該要喜歡單獨生活 現在卻一掃往日的印象 原因到底是什麼 域館處委託環境生態顧問公司 調查研究發現 結盟是有原因的 原來黃猴雕小團體都是雄性 結盟是為了更方便的 圍捕大型獵物 這項發現也讓我們更了解 這種保育類生物的習性 域館處也呼籲遊客 如果在山區看到黃猴雕 不要打擾也不要餵食 一起維護野生動物的棲地